大家好,我们这节课来学习Sync PHP 5.0 通过模型来更新数据 首先打开我们的笔记 通过模型来更新我们的数据 TP 5.0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先查找后更新 它的大体思路是在取出我们的数据之后 然后再来更新我们的数据内容 最后再来更新我们的数据 首先它通过模型调用get的方法 在get的方法里边传入我们的主件ID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据对象 来修改对应它的属性值 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再通过这个数据对象 调用我们这个save方法 然后把我们修改的这个数据 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边 最终达到一个更新的目的 那这是它的这个大体的思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我们这个TP 5框架里边 来为大家通过这个代码来实现一下 好打开我们的TP 5框架 我们接着在我们这个U的点php里边 我们上节课讲到了这个新增数据 那就在下边 我们来给大家写我们新链的代码 写上我们的注释 更新数据 定一个方法 public function update 然后呢 在这里边来写我们的逻辑 首先我们的通过我们这Uder model Uder model 调用 get方法 闯入主件ID 然后呢 付给一个对象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我们这个 Dollar user 看一下它里边的值都有哪些 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3w.tp5.com 是index模块下面的 user控制器 下面的update方法 大家来看 现在呢 它的内幕属性的值为流云 email呢 是流云atqq.com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修改一下这个内幕和email 这两个值 那回到我们这个代码里边 我们把这段呢 给它注释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是通过Dollar user 访问我们的内幕属性 然后给它来进行一下修改 我们来改为啥呢 改为 安迪吧 安迪 然后 这个Uder的email呢 Dollar user 的email 这个属性 就改为了 安迪 atqq.com 然后呢 再来通过这个 user 调用我们的save方法 我们呢 对它可以来进行一下判断 if 如果说 user 调用这个save方法成功为真 我们呢 就来返回一个return 更新数据 成功 提供一个提示消息 else return 更新数据 失败 我们来保存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update 然后重新加载 大家来看 现在是不是提示我们数据更新成功 那我们进到我们数据库里边 来看一下 ID唯一的这条数据 它有没有给我们发生变化 大家来看 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安迪 然后呢 undi at qq.com 好 这是我们第一种修改我们这个数据的方法 那我们继续来看 第一种呢 它是先查找 后更新 那第二种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来更新我们的数据 它是直接呢 把我们这个更新条件 放到我们这个save方法里边 作为这个第二个参数 我们第一种方法呢 是先通过这个get方法 把我们这个条件 传进去 然后得到一个对象 然后再来调用save方法 我们呢也可以呢 把这个ID这个主件这个值 直接传到里边去 作为第二个参数 那我们呢 来通过第二种方法 来给大家再来验证一下 好 回到我们这个代码里边 我们呢 把这段代码 大家注视一下 第二种方法 是通过我们的dollar user 直接调用我们的save方法 然后里边 然后里边 我们来传入 我们要修改的东西 还来修改内幕值 我们呢 把这个内幕值改为 刘涛吧 刘涛 然后呢 email 我们通样也要发生变化 email 改为 牛涛 at qq.com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条件 ID 来来修改 ID唯一的这条数据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运行一下 这段程序 看他有没有发生改变 好 我们呢 回到我们这个浏览器这边 重新加带 好 我们再进到我们数据库里面 现在呢 ID唯一的 name为 Andy email 为Andy atqq.com 我们刚才为了改成了 刘涛 好 我们来重新加带一下 大家来看 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那这种呢 就是我们第二种 修改我们这个数据的 这种方法 那来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笔记里边 来看第三种方法 刚刚呢 我们修改的这种数据的方法呢 他修改的是单条数据 那tp5框架呢 他也为我们封装了 修改多条数据 也就是批量更新数据的方法 可以使用这个c52的方法 来批量更新数据 首先呢 我们也是要得到一个对象 然后呢 把我们修改这个条件呢 放到一个这个数据里面 然后调用这个c52的方法 来直接更新 批量更新 好 那我们呢 就来实现一下批量更新数据 好 把这条代码 注释一下 时间 把这个移到上面去吧 我们这上面这个呢 就是 单条 更新数据 那下面呢 我们就是我们的批量 更新数据 批量 更新 数据 首先 我们也是得到我们一个对象 dollar user 等于我们的new user model对象 得到对象之后 我们把我们要修改的这个东西 放到一个数据里面 放到这个数据里面 第一个就是条件id我们来修改id为二的 然后内幕给它改成 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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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改成 也改成将新 将新 at qq.com ok 我们再来修改一个id为三的 然后name给它改成中汉梁 中汉梁 email呢 也改成中汉梁 atqq.com 中汉梁 atqq.com 好 ok 我们这个条件已经给大家弄好了 弄好这个条件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dollar user 对象 调用我们的save 二方法 把我们这个 要修改的这个参数 给它传过去 好 我们呢 再来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看能不能 这个看云和张三 能不能同时发生改变 调用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同一加代 ok 再来回到我们这个数据库里边 大家来看 我id为二和id为三的 是不是变成了讲新和中汉梁 然后他们的email也发生了改变了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是同时更新 也就是批量更新 达到了我们这个目的 那接着回到我们的笔记里边 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数据库内 来更新我们的数据 第二的时候呢 你通过这个数据库内 直接更新数据的话 但是呢 我们这样子就无法使用了这个模型的这个 事件功能 它也分为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它是通过调用实力化这个对象之后 通过对象 调用wire方法 把我们这个条件 先传进去 然后接着再通过这个梁冠操作 然后接着再通过这个梁冠操作 调用我们这个update方法 再来修改我们对应的这个字段的值 我们也可以呢 把这个wire条件 这个条件放到这个update里边 这样子呢 我们就不用再写这个wire方法了 我们呢 这两种我们就来给大家验证一下第二种 那第一种呢 大家客下的话 自己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们来给大家验证一下第二种 先实力化一个对象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调用这个update方法 来改一下这个数据 OK 这是通过数据库 类来更新我们的数据 好 首先dollar user等于我们的new user model 实力化完了对象之后 通过我们的 有点对象 要用update方法 在这里边同样传一个数据 第一个是我们的条件 你要修改id为几的 我们现在要修改id为5的吧 然后修改它的值 你要修改一下它的内幕值 内幕值改为 内幕值改为正一键 正一键 好 我们这个email呢 email值 也改为正一键 at qq.com 好 我们呢 再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看能不能更新id为5这条数据 id为5的现在是sync 对吧 好 来回到我们数据库里边 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id为5这条数据 是不是已经也发生了变化 那这种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数据库类 来更新我们这个数据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模型 直接调用这个静态方法 来更新我们这个数据 它呢 和我们这个数据库类很像 首先呢 也是通过这个连贯操作 wire条件 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模型 调用update的方法 然后这个再传进来 更改我们的数据 那这个呢 我们就来用第一种方法 和这个对应一下 我们来用一下这个wire方法 然后呢 再来调用我们这个update的方法 来给大家更新一下 ok 来回到我们这个代码里边 把这个 大家注视一下 首先我是直接通过这个 Uder model 这个类 调用我们的update的方法 然后里边来传我的id 我的id 就给它改成 还是修改正一键这条数据吧 然后name呢 给它改成 浩南 然后email 就改为 浩南 at q.com ok 我们再来 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现在是正一键对吧 来运行一下 请您加带 再来回到我们数据库里面 来看一下id为5这条数据 还有没有发生变化 大家来看 是不是发生变化了 浩南 然后浩南 at q.com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模型 操作 来更新我们的数据 好 那这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